快保护好我们的孩子 鸟妈妈听到鸟爸爸发出紧急信号后 鸟妈妈立即打开翅膀保护右摇 还时不时发出警告的叫声 这到底是怎么了 我们接着往下看 此时鸟妈妈正在给幼鸟喂食 幼鸟们也正在开心的干饭呢 突然鸟妈妈感觉到威胁 立刻表现出紧张动作 原来又是大鸟外星者 想吃自己的孩子 同时鸟爸爸也发出了紧急信号 保护好我们的孩子 说完后就和对方敌鸟打了起来 此时鸟妈妈赶紧打开翅膀 保不起幼鸟 同时还发出凶狠的叫声 以恐吓对方 因为视角问题 我们看不到具体是什么外星者 但是通过鸟妈妈的神情就会知道 这次绝对很危险 也许对于他们来说 这样的危险每天都会面对 所以鸟妈妈和爸爸 也是誓死保护他们的孩子 三只幼鸟好像受到了惊吓 一动不动 鸟妈妈安抚着他们宝贝们别怕 有妈妈在呢 此时鸟爸爸还在和敌鸟苦苦作战 打退了敌鸟后 赶紧回家看看媳妇和孩子们 发现他们都还好 这时敌鸟又来挑战 也没来得及喝口水 鸟爸爸又去迎战了 鸟妈妈因为需要保护孩子 无法帮助老公 在家的他也是焦急万分 生怕鸟爸爸有什么危险 心中祈祷 老公可千万别有什么意外啊 我们本本纷纷地生活 可恨的拜金者 怎么就天天来欺负我们呢 想到这鸟妈妈露出了伤心的眼神 但是她一刻也不敢怂懈 全神贯注保护着自己的孩子 同时观察着鸟爸爸的动态 后来好像没有了刚刚的叫声 鸟爸爸应该是赢了 彻底击溃了对方 疲惫的鸟爸爸飞了回来 鸟妈妈说 这次可真危险啊 还好有你在家里才算安全 孩子们没事吧 老婆放心吧 有我在没有鸟敢欺负咱 看来咱们这个地方不太安全了 被好多鸟盯上了 咱们还是研究搬家吧 还没放下警惕的鸟妈妈应了一声 确定没有危险后 又去喂幼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